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拼战2024 有志大魏的 现在都相继出访 来看现在侯友宜人在日本 而郭董是又飞去美国了 而赖清德是在今天 公布了他下个礼拜出访的行程 一共七天六夜要出访巴拉圭 来回都会过境美国 那么至于有没有机会 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来会面呢 外界都非常的关注 另外侯友宜出访日本的期间 朱立伦昨天信心满满的透露 说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侯友宜已经追上柯文哲了 而且跟赖清德的差距非常小 真的民调开红盘的话 是不是朱主席要赶快把这个数据亮出来呢 不然邱毅又吐槽又开骂了 说朱立伦为了要稳定军心 不惜撒满天大谎 至于阿比恩对选总统真的不死心 尤其旁边还有一群人 现在怂恿他要阻挡 李正浩甚至说 这个名字党的名字都帮他想好了 要叫做九十二亿共识党 这个九十二亿的天文数字挂出来 非常有噱头 只是不晓得这个超能力 能不能够等同号召力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今天我们先来介绍 这个今天礼拜三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孟起好 大家好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新北市三重立委参选人 李坤诚 孟起好 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到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 孟起好 大家好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王时期 大家好 等一下还会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 戴湘怡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 这次拼战2024 赖清德下个礼拜也要出访咯 预计下周六启程 这一次要出访巴拉圭 来回过境美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 副总统赖清德到彰化吃小吃 又是霸丸又是米糕 满桌道地的台湾味 伴着民众一声声总统好 让他笑得好腼腆 约好当选总统要再来赖清德力拼延续日营执政 不过日前他和支持者见面 一句走入白宫 传出在华府引发讨论 还成了外媒在国务院记者会上的提问焦点 上个月中英国金融时报曾报导 对于赖清德所说的 当台湾总统可以走入白宫 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就已经达成 美国政府向台湾寻求解释 但当时报导也指出 受访的一位美国资深官员否认 只双方没有因这段发言有所接触 就在赖清德过境美国前传闻不断 甚至传出他多方争取过境华府 有涉外高层人士指出 向美方多方求证后散布消息的 竟然是国民党驻美副代表秦日欣 国民党严正的驳斥并谴责 有心人士透过匿名放话的方式 想要操作舆论企图 破坏国民党对美关系 此等不良居心当委熟悉外交工作 与台美关系者洞叉 国民党驻美的副代表 为了个别政党的利益 不惜造谣破坏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样子的政党再也就这样乱搞了 执政还得了 尽管国民党否认 但赖清德出访前风声不断 让人不多想也难 密西新闻组合报道 有关于赖清德八月份 要出访巴拉圭这件事情 今天总统府有开记者会 公布了这个详细的行程 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预计是在下个礼拜六 八月十二号的时候 副总统就会启程出发 那么会先过境美国纽约 八月十四号的时候抵达巴拉圭 会跟现任还有即将现任的 即将上任的这个总统来会面 那到时候也会参加这个巴拉圭的 总统的就职典礼 那么至于回程八月十六号 是会过境旧金山 八月十七号清晨 从美国离开 回来到台湾 有关这个整趟的行程 我想要先来请教瑞德哥的事 因为现在除了这个行程的安排 规格受到关注之外 大家也在看 这一次谁要陪赖清德一起去呢 随行的人员有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 还有总统府的副秘黄崇燕 看到黄崇燕 大家都知道他比较算是这个小英的人马 所以瑞德哥很多人过去对于赖清德 有一些疑惑 觉得说赖清德终究跟小英 是不一样的人会不会路线不同呢 那么现在黄崇燕加入了这个初访团 是不是这些谣言不攻自破了 有关于在我们台湾内部 有人故意拿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 在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 总统当时民进党的初选里面 大家在竞争时候的不快 把他拿来大做文章 这是不是就告诉你了吗 事实上在三个月前 那么包括总统府 包括国安单位 包括外交单位 就已经紧挪秘古代 在进行这一次的副总统赖清德 那么到我们的南美洲的友邦 巴拉圭的总参加就职典礼的整个过程 那么只是外面一直很多的谣传 一直故意放很多的风声 但是基于在外交跟国安的部分的考量 所以一直没有对外面驳斥 就是这样而已 当时所进行的一切 就跟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 报个料也没关系 明天美国跟相关人员就这件事情 正式跟赖清德 包括赖清德在内 跟总统府在内的这些相关人士 开一整天的会 就为了今天 明天就是明天 为了这件事情 只是没有告诉大家这样而已 那么事实上 一直有一个谣言说赖清德派人到美国去就为了要争取说看能不能用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跟相关的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进到华盛顿进到白宫去完成他的梦想但是被碰壁一直拿来大作文章对不对 事实上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又很简单 因为那么赖清德他自己本身的说法是在此之前两个礼拜前他的说法是如果他能够有一天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身份进到白宫去 这是他的一个希望也是我们全我想是全体在这个等于台湾在跟美国断交了以后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进步我相信大家的希望吧 没有他的想法是这样他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能够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除了在实质上现在四十几年断交了以后最好的关系之外 是不是能够在官方的关系更进一步事实上以现在的美国法律是可以这样做 不过美国有诸多的相关的考量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岸那个一天到晚军机殲16一天到晚飞到飞过海峡中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事实上那是我们远期的目标但不需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去讨论这个问题 那之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各党各派的这个总统的参选人都一定到美国去 这不是那一位率先跑到美国去应征他口中所说的外佣的那个人 对不对所说的好像在那边应征外佣一样当然不是不然你去干嘛 我这样坦白你去干嘛嘛你克文哲去干嘛我这样坦白的嘛 你为什么是第一个去呢一去21天还是看好像第一天还是跑去看大联盟球赛之类的嘛 你为什么要去对不对你可以不要去嘛还想二度成型了对不对 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处境在目前全世界的国家里面呢 美国是超级强国最强大而且台湾跟他两个人互相的依存啊 所以呢在身为第一岛链最重要的中间分子的台湾 我们当然是去选择去美国嘛不然你克文哲为什么不去中国 为什么台湾你去中国啊对不对 你不是说要维持两边的等聚关系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啊 请问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啊很简单嘛 难道你去美国是应征外佣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应征一下中国给我们看一下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你去中国一定扣分 所以呢尽量不要往那个地方跑 赶快往那边往那个美国方向跑 那为什么要往日本方向跑 好玩好笑的是因为像国民党侯友宜现在不是在日本参访嘛 国民党一向仇日吧只是他不承认这样而已嘛 南京大屠杀说到南京大屠杀比谁都痛恨 不是跟共产党是一鼻鼓鼓出气嘛 但问题是在外交辞令上面 又必须跟这个东亚的东北亚的大国日本啊 而且一向跟台湾对台湾非常友善的日本呢 又必须维持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交往 这就是外交礼仪嘛 所以身为总统就是两岸外交军事国防嘛 所以我觉得这次赖清德很简单 直接突破你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林嘉隆 包括这个林嘉隆本身是正国会的领袖 那也包括这个副秘书长黄崇燕谁行 黄崇燕从头到尾都在他的team里面 都在他们team里面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故意想要尽奉插针结果插错了嘛 很简单嘛 所以呢事实上呢 这也告诉我们呢 那么民进党他在竞争的时候 可以有不同的竞争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啊 但是他们在底定的时候 他们就定于一尊 我旁边的这个李坤城是最好的一个案例嘛 大家在竞争的时候很激烈对不对 但是等到出来的时候就是定于一尊 这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还有其他党派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他的优良的传统 三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赖清德啊 那么这次代表国家 那到这个过境美国 到巴拉圭去参观 参加那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 可以回程的时候呢 那么去跟回都可以过境 纽约跟旧金山 我觉得这个安排是非常好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相信依照美国人一向的处理方式 他们是非常谨慎的 他们不介入台湾的国政内政问题啊 所以呢 那么他们对这些总统参选人的规格 有一定的尊重 但是通常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 感情比较好的 会高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期待 赖清德副总统在过境美国时候 到底美国的规格是怎么样 对这个过境的这个礼遇啦 还有规格真的是备受关注 不过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昆成议员 他刚才瑞德哥有说到吗 这孙总统大家都收集要去美国啦 我们来看看 像郭董最近又飞去了 7月30号访美 不过因为没有媒体随行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 到底郭董在美国的行程是怎么样 只知道说他要会面这个美国前国务卿 季辛吉 那至于宏友宜的部分 听说也有在规划啦 有可能是这个8月底啦 或是9月底可能会去访美 那至于柯文哲 4月份已经去过一次了 那么现在呢 他也有说啦 考虑要不要再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志大位的人 都想去美国面试一下啦 那至于这一次赖副总统到美国去 很多人想问这个规格 有没有办法在美国里面 跟副总统贺锦丽来会面 因为前几天我们有看到一些新闻 说美国有六个众议员一起联署 希望贺锦丽在美国的时候 来见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副总统 这次是用这个蔡英文总统特使的部分 然后代表中华民国参加 巴拉圭总统的就职典礼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是总统的特使 那总统特使 不论是到巴拉圭或是说这个陆进美国 就会有总统特使的规格跟待遇 那只不过因为现在赖清德 他又是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那又是民进党党主席 他多重身份 三重的身份 所以大家会对他期望会比较高 说是不是在美国 在这个陆进美国的时候 能够有比较好的待遇 或是说能够见到某些层级以上的人 大家会有这些期待 当然有这些期待 有会有一些破坏 会有一些假讯息 或一些不实的传言就出来了 像之前就在传说 这个赖清德想要争取过境华府 那是现在有查出来了 可能是国民党驻美国的某一个副代表 他所讲出来的一个假讯息 今天这个外交部次长也说得很清楚 这次赖清德副总统到巴拉圭 入境美国的所有的行程 都没有在考虑说会去到华盛顿地区 所以说不要把这个说好像副总统到美国 然后让国民党或是其他政党来操作一个说 一个政治上面那个讯息 就是说你看你本来想去 那后来没办法去 然后代表说好像是台湾跟美国 或是民进党跟美国关系 好像有什么变化 好像根本没有那么好 对 这就是美国 就是说国民党他们想要操作的 就是说是依赖论 之前是以美论 现在是依赖论 就觉得说赖清德好像不是蔡英文 所以没办法说像蔡英文这么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肯定或是重视 那其实知道今天这个外交部公布了 赖副总统今天再次出访去巴拉圭 去巴拉圭或是说美国 因为他会先到纽约 然后回访的时候会到旧金山 其实这个行程都已经公布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有那些假讯息 就是说这个好像想要去华府 然后争取不到 或是说这个连我们的萧美秦大使 这个说也都打电话去 这个到白宫或是都要到国务员 都没有人接电话的那种情况 台美关系是非常稳健的 那今天赖清德就是代表蔡英文 那也代表说整个中华民国 现在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 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包含国民党或是其他政党 不要借着这个这次出访 来这一个借机声势 就是说好像这个台美关系 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完全是没有 因为我们看到说赖清德副总统 到巴拉圭之后在那个场合 国际的场合 因为相信也有很多外国元首 也会到那个场合去 那现在就看说美国是派哪一位 是副总统或是谁 哪个成绩能够到这个巴拉圭那边去 我觉得都会有很自然的互动 那当然我们很感谢这个美国的众议员 他们希望说这个他们的副总统贺锦丽 是不是在赖清德能够在过境美国的时候 能够有机会 能够有机会这一个两个人能够见到 那我觉得都是第一个尊重这个美方的安排 那第二个也非常谢谢美国众议院 他们认为说这个赖清德代表这个中华民国 那也代表说未来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 那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两位副总统能够见面 那当然如果能够见面 当然很好 那看见面的这个时机 或是说场合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一切遵照美方的安排 就像上一回我们蔡英文总统去这个到美国 那也这个刚好有这个机会 到了这个加州时候 就跟这个美国这个中院议长就麦卡锡就见面了 所以说我们都按这个一切尊重美方的安排 那也相信说这一次这个赖副总统出访 不论是到巴拉圭 或是说这个入境美国 我相信都不会辜负这个国人的期待 是好刚才这个议员有补充赖清德副总统 他这一次是用元首特使的身份来出访 我请教一下我们范云委员 因为确实在这个外交部今天公布所有的行程之前 有很多的谣言满天飞 说什么赖清德的团队 也要争取过境华府 结果最后争取不成 那么涉外人士说 这个交商求证之后发现散布这个谣言的人 是国民党的驻美副代表秦日新 不过昨天国民党也火速发了个声明稿 说这个都是匿名放话 在操作舆论 企图要破坏国民党对美的关系 居心不良 国民党否认之后 被指涉的这个当事人秦日新 他有跳出来反驳 他说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政府跟美方交涉的内容呢 所以他为自己说了一番话 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在美方人士面前 反对政府推动加强台美关系 或者是破坏驻美代表处的国会工作 这些内容他统统没有做 那另外呢 他最后是这样讲 他说可是赖清德想要访问华府 是公开的目标 这有什么机密可言呢 这是国民党的这个秦日新代表 他的回应 来分云委员怎么样来解读呢 我想首先 我们赖清德那个副总统 他是代表小英总统 所以我们看到总统府的秘书长 跟副秘书长一起同行 代表出去的就是代表国家 是国家队 不过当然有一个敏感的部分 是他同时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而且是我们目前支持度低的 所以他有这个身份 那这是所以才会被放话 那我觉得外交这个事情很有趣 因为外交事情所有的东西 都是非常的细致 那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前 都不会公开 所以这种事情 最容易被大家乱放话 因为你有的事情 很多时候结果还没出来 也没有办法先公布 那所以这一次就很奇怪 我们应该先讲就是说 如果所有的不分党派的 争取华府 那这是正常的话 那你没事放人家说什么 争取不成功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恶意的放话 那我其实不管秦日新 就国民党的驻美副代表说什么 我最震惊的事情是说 这个秦日新 我也是这两天发现 天哪 这个人在2011年被外交部停职 2013年还被最高法院 依伪造文书罪 判刑六个月 还被监察院弹劾 还曾经在北美司长任内 捏造什么 幽灵晚宴 还被发现挪用公款买红酒的这种 外交部已经视为不适合担任 就是说已经不是不适合担任我们的代表了 担任公务员的人 国民党用这样的人 但是基本上一点诚信 伦理都没有 所以我想他如果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甚至伤害我们国家政府的利益 我也不会惊讶 只是觉得很糟糕 国民党用这种人 放任他在美国乱说话 现在被大家查证 就是说出来之后 原来放话的人 很可能就是他 那再说一些表面的话 我觉得这是让大家 他说他否认 因为这种事情 我刚讲的 因为一切都是在台面下 就是说 所以谁跟媒体放话或什么话 媒体也不会告诉你 他很容易可以否认 可是以这个人的 过去的记录 他否认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信赖度 那回来讲 其实我觉得刚讲的很好 为什么今天首先 是宜美论 宜美论操作不成之后 操作依赖论 因为我们如果看最近的民调 那个赖副总统跟其他两位候选 他赢最多的 其实就是在国际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治理的之说 领袖的这种人才 那这个部分 当然也跟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小英总统身旁 他已经接见过这么多 然后也不是第一次代表之说 小英总统出去 然后过境美国 连之说美国的国务院都说 已经非常多次的是常态了 所以他已经展现 那连那个贺锦丽 其实大家有印象 之前也有在一个就是 去年在宏布拉斯 去年的在宏布拉斯的时候 他也有就是说 简单的碰到面 所以这些部分 其实就是说 他已经是一个国际 特别是美国 我们这么重要的盟友 不分党派的议员 非常的熟悉 那重要的这个 就是智库幕僚都知道的 而且他会延续 小英总统的外交路线 这个也是不需要就是说 特别讲的 当然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国安团队 外交团系 那其实就是非常的一致 那这次小英总统派 就是秘书长 随同他也是这样的意思 那回来看 侯友宜跟柯P这两位 再加郭台铭 他们的外交记录是什么 侯友宜这次去日本 大家第一次 据说算是 美国的部分 我们都还没看到 柯P很明显的 之前骂了人家 葛来仪 就是美国这么重要 华府重要的 而且是中美台关系的专家 非常受到尊敬的 而且我们之前看到了 就是说 那很多人认为 就是说他们的 华府那边的幕僚 就专家 都认为侯跟柯 是比较被认为 比较接近 就是说中国 或者北京的 至少高度的被怀疑 从过去的言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他们得分不成 就不断的攻击 就是说 赖副总统 那就去利用 就是说外交这件事情 就是说 没有人搞得清楚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台面下的 不断的放话 那我觉得这样子 非常不好 因为这个也是伤害我们 国家队的整体力 那毕竟这次 赖副总统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就是代表 小英总统 那我想 以华府 他们很清楚讲的 就是说 他们不会去介入 就是说 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可是给台湾 怎么样的规格 我们先不用讲 这总统副总统出访了 你光看 众议院通过的 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这么清楚的帮助台湾 去驳斥中国 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声明 就是扭曲那个联大2758 决议文 这么是我们美国的 国会的第一次 那包含就是说 武器的部分 我想大家都有看到 这不断的升级 那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 那这是过去民营党总统 小英总统 这么重要的政绩 那反对党呢 就是不断的希望 赖清德 不要继承这个 这么重要的一个 好的路线 那真是让人觉得很糟糕 因为这也同时在这一次 会伤害台湾 整体的利益 讲到出访 刚才其实委员有谈到 今天是侯友宜 访问日本的第三天 今天侯友宜 她是到松本楼去 这是跟国父孙中山 非常有渊源的地方 侯友宜想要以此来强化 她跟中华民国的连结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带大家一起来看 访任行最后一天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特别到松本楼 面怀国父孙中山 因为这里保留许多 她当年在日本时的文物 只要有孙中山的轨迹 侯友宜都仔细端详 国父好友美务庄级的 曾外孙女也亲自接待导览 现场还来了两位中国留学生 要准备再次的工作 还要回去吗 我已经在工作了 很好啊 希望两岸人今天有多多交流 大家一起来聊 希望我们能早日去台湾旅游 好 搬离啊 欢迎看你有典型朋友 多交朋友 多了解一起 也会把他建议很深厚的友谊 见到中国留学生后也强调 两岸要恢复对华交流 不过看看这学生别上的凶章 不是中国国旗 而是青天白日满力红的中华民国旗 推翻满清以后 亚洲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所以说对这个比较有感情 侯市长一贯是比较捍卫中华民国的 所以说我就别了这个国旗来支持他 大家一起退就好 一起退 谢谢 此趟日本行后宜收获满满 原本没有见到的日华肯会长 古乌龟斯 早上带了十几位参众议员 进行秘密早餐会 前一天还见了前日本首相 麻山泰壤去自民党部交流 同时也接受NHK朝日新闻的专访 强调要以不统 不独 不武维持两岸 稳定现状 被解读是要走回前总统马英九路线 我一向走来都坚持民主自由的制度 加强国防兼备 自我防卫能力的提升 两岸之间的对话能够重启 甚至交流 降低两岸的冲突 后宜出国补强 外交学分 蓝议长却金船 只剩下2.5人 死终挺他 而郭台铭持续拉拢地方议长 壮大自己绅士 力拼与柯侯谈判筹码 我每天是选一个比较大的框架 菲律的60%嘛 像我退出过也不是不喜欢他 我们只是往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去走 郭台铭努力拉拢来赢地方势力 侯余则走自己的路 透过各县市长认识地方 两人备赞总统路的方式大不同 侯佑这三天人都在日本 那么今天就要即将结束最后一个行程了 就是这个照松本楼去参访的部分 我先来请教石琪姐 因为在侯市长出访日本的期间 这民调看起来好像稍微有点起色了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ET Today 昨天公布的这个民调 赖清德还是第一名35.6 不过柯文哲是28.8 跟赖清德的差距拉大了 而至于侯友宜 看起来也追上来 萨卡多的部分侯友宜24.3 跟柯文哲只差了大概4.5% 这个已经不像是之前都只有十几%了 侯友宜现在有二十几% 那除了这份之外 昨天朱立伦受访的时候公开讲 说他也看了国民党最新的内参民调 侯友宜已经追上民众党的柯文哲 而且跟什么跟民进党赖清德的差距非常小 这个大家都很想问朱主席的差距怎么样叫做差距很小 是不是要赶快把数据拿出来 对啊就是大家都好想很期待可以闻香 哇这个突飞猛进 不过啦我觉得就是说对侯友宜来说 我们长期以来都是用鼓励来代替责备 然后还看起来从数字上面 也的确有一些踏稳脚步 我觉得这好像上轨道了啦 对啦就是说金普聪加入了这个团队之后 金普聪自己也有讲嘛 他认为七八月的时候还是一个调整步伐 处理内部清理战场的阶段 接下来的脚步会比较稳定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确有如同金普聪所讲的方向去走去 那只是说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往前爬 能不能是不是真的就如朱立伦所说 哇一下子突飞猛进杀到第二名 然后并且跟第一名的差距非常小 我觉得其实我是存疑的啦 如果朱立伦认为用民调数字 可以更能够消弭一些党内杂音 然后党内的确有一些人有二星想要靠到锅那边去 其实我会建议朱立伦你就把民调拿出来 让党内的人士看一看说 我告诉你侯友宜现在真的很强 强到已经快要跟第一名的赖清德可以拼了 所以如果你拿得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有效的消弭党内有二星的这些人 更可以帮助侯友宜稳定你整个国民党的团队 就不会有很多的小鸡一天到晚 郭台铭办见面会我也去出席一下 柯文哲这个要干嘛干嘛我也去蹭一下 然后骂也对批评的时候也不敢批评柯文哲 就是会减少这些小鸡串逃的机会和可能性 有帮助的啦 朱立伦拿出来啦 我不知道你拿不拿得出这种民调 等一下再来请照商议 对 但是拿出来对国民党是有好处的 所以如果你不拿出来 你是对侯友宜怎样 你是不想帮侯友宜吗 民调这么好还不赶快拿出来 对 可以稳定步伐增强信心 这是一帖大补安拿出来 我觉得他应该会敲碗拿出来 然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侯友宜因为这两天在日本嘛 我会建议他啦 就是说外交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国家的事情 所有政党之间的斗争 只能停留在国内 你不应该打到外交战场去 但是我会建议这个侯友宜 你在面对日本的时候 应该要避免完全重复马英九路线 因为马英九跟日本并不好 所以马英九的路线不同不独不武 然后甚至于过去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曾经让安倍来台湾坐计程车 说这些失礼的行为 其实都使得国民党跟日本之间的感情 不是那么的这么的密切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如果你侯友宜到了对方到了日本 去反问的时候说 我的路线就是不同不独不武 人家第一个反应说 跟马英九一样 那当马英九这个印象出现在日本人脑中的时候 我觉得对侯友宜来说并未必可以加分 第二个建议是对国民党来说 路线一定要一致 你不能够在国内讲 对国内民众讲一套 然后对国际上面又是 又是另外一套 然后会让人家觉得说 所以你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骗人 譬如说在国内的时候讲浮水 不是浮水 不是浮水 是浮岛的那个废水排放到海里面去的时候 哇在国内骂到臭头啊 结果到了日本去之后说 尊重国际这个判断的标准 这个就让他去 那所以你在国内是吵什么吵 对啊台都差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建议国民党就是两件事一个跟马英雄到日本去的时候跟马英雄保持一点距离 第二个是说立场路线态度必须一致 不要让人觉得说你你不是在骗我你就是在骗你自己的国民 这件事情对选总统来说我觉得不太好 不过时期姐这番建议来得太晚了 因为张侯友宜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候 还是鼓励啦 还是鼓励他 因为他还是要遵马的路线啦 说当选后这个要遵循前总统马英雄 有不同不独步的路线回到国民党执政时两岸稳定的现状 不过侯友宜是要做总统现在民调要赶快拉起来 民调的问题相宜现在大家都在敲碗耶 朱立伦昨天公开讲这内参民调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数字一直没有看到嘛 所以就让旁边这些有很多杂音的 例如说邱毅前立委 他就有话说啦 他就说这个朱立伦都在说白菜啦 应该是为了要阻止跳船潮 所以才撒下这个大谎 就是想要安定军心 他说这是国民党当全派的一贯伎俩 湘以你看看 这个回去要跟朱主席讲啦 再不拿出来 朱立伦会被认为是在攻北菜 是在说谎话啦 湘以 我也很认同就是时期姐说的啦 就是说这个如果有好的民调的成绩 就应该赶快拿出这个数据来 因为毕竟723全代会之后 大家都在看国民党的这个 侯市长的民调有没有可能拉得起来 再包括他这一波的这个访日的行程 如果国民党真的有这么好的民调 我是建议就是主席也是尽量的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湘以这边也没有看到是不是 国民党在内部 是只有朱主席一个人看过吗 湘以也不晓得 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实际的数字啦 我还是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公开给大家看 这样可以安定我们就是国民党的军心啦 那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其实侯市长这个访日的事情 因为过去现在访日嘛 然后接下来在8月或9月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访美的行程 有在规划了 对 有在规划 那我想说侯市长过去被大家质疑的 刚刚范园委员也有提到说 就是赖清德他这一次的这个访美的行程 因为过去就是民进党在这个国际交流上面 因为毕竟是执政党嘛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名目 跟一个层级的人物可以来会面来见面 然后来谈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是柯文哲跟侯友宜市长的话 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侯市长就一直被质疑说 他的这个国际交流 可能没有没有做到很多的这个交流 没有能力 但我其实是不这么认为的 因为过去其实新北市政府在姐妹市上面 在各个跟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城市上面的交流 都是有的 包括在防疫期间 也有跟很多的城市做实质的交流 也就是说包括什么口罩 防疫这个品 防疫品等等的 就是会有一些互相帮忙的地方 那包括这个国际交流的部分 我们新北市也做了很多的招商 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 这是几年前 好像在几年前这个Google Google这个新园区 在板桥有成立的时候 其实赖清德副总统跟侯友宜市长 两个人还一起合体到这个Google的园区来参观 还一起唱了一首 爱拼真一样 所以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新北市政府其实一直有在做 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个交流 那这一次的这个访日 侯市长虽然说 就是实习且不认同他所讲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至少表达了这个保卫台海稳定的一个想法跟立场 那也让大家看到就是侯市长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议题也好 还有这个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好的很多的一些想法 因为市长现在就是被很多人会质疑说他的想法表达的不够多 那我觉得趁这种时候多多表达侯市长真的对两岸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都是好事 外交出访是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 瑞德哥怎么样看 洪友宜从日本回来之后 有没有办法搬回一城 这个如果回来 等一下这个可能下午会在机场有发表谈话 那朱立伦这个时候是把这个好的民调拿出来 这不是有双重的效应 这不是更好吗 来瑞德哥 连这个在台湾这个被我们归类在泛男媒体里面的这个媒体 电子报刚刚都引述网友对昨天 那么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主席的说法 就是说侯友宜的在国民党内参民调 侯友宜民调已经赢过了柯文哲 跟那个赖清德的差距很小 意思就是快接近就对了 他说这样的有这样的主席还需要敌人吗 意思就是说你拿出来啊 很简单嘛 拿出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对中国国民党对这个等于说侯友宜的团队 都心碎满地了 因为柯文哲竟然被他追过去了嘛 然后变成第三名了 然后侯友宜变第二名 而且皱二望一眼看就要干掉赖清德 这很奇怪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内参民调 那么为什么朱立仁不赶快把他拿出来 一拿出来的话 一度拥有用之口你看吧 郝友宜回来了金小刀对不对 这一刀砍得好啊 大家都怕啊 对啊 秋毅 蔡胜元他们这些人不敢再讲话 拿出来啊 妈妈你拿出来好不好 拿出来不是说我个人曾经看过 我告诉你我这26个民调很非常非常的客气 为什么呢 不包括不包括国民党在之前 还不是昨天那个朱立仁说的哦 在之前 那么所说的还是最后一名 但是差距已经这个缩小的那个说法 也不包括民众党所说 他们的这个民调 那个郝友宜还是第三 不包括这两个民调 如果这两个民调算进去28个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只很客气的公布 有公布相关的民调必须要公布 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存室内电话 还是手机还是网路 然后呢 你的样本数是多少 还有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你的年纪跟你的相关的这个教育程度 全部还有你是支持哪一党的 全部要公布嘛 请国民党公布 请朱立仁公布 朱立仁如果不敢公布 朱立仁就是散播假讯息 半夜吹哨子壮胆 就是这样子说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但是赢在哪里 如果这样的话 朱立仁的民调就是 那个公元2000年的时候 给这个国民党高层看的那个民调 不就是这样吗 是 那个民调如果可以相信的话 当年的总统不叫陈水扁 当年的总统叫连战嘛 对不对 所以请朱立仁主席赶快公布 让大家跌破眼镜 说郝友宜回来以后 觉得自己的底气都足了嘛 郝友宜回来了以后 听说会做几个动作了 其实这个本来就应该做的 什么动作呢 比如说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小鸡 也就是立委 区域立委的参选人会参序 我觉得这早就应该做了 为什么呢 那么以板桥的国民党的这个区域立委 叶云之为例嘛 他都没有接到相关的 来自于伙伴团队的 这个相关的联系 都没有 甚至于连在板桥的活动 都没有通知 这是非常奇怪的 一元没有通知 立委参选人没有通知 这非常奇怪 变成一个人的武林 你在打自己的玩自己的 那你没有吧 应该是一群 然后一起hold住 然后这个等于说 花花轿子人台人才对嘛 那么他现在回来 应该会做这个动作 就跟大家吃饭 然后另外还会这个 你一定有时候开始攻击民进党 攻击开始他的选战策 这都对 不过我觉得这还不是最重要 为什么呢 其实侯友宜真正要重要 就要做的事情 不是去日本 不是不是去跟这个 等于说区域立委候选人 这个吃饭 而是应该要先拜访 各县市所有的重要的 包括议长 县长 条阿咖 乡镇市长 这些项面代表 所有一切国民党的支持者 这才对啊 何胜峰你见了没有 你知道何胜峰 我站在来看到他 在台东那一场 全国政府议长联席 那个联谊会的那一场 我有看到他 郭董侯友宜都有去的 那你侯友宜 有没有把握机会 那天晚上市场 你就不应该回来 为什么 郭台铭不是留在台东 还跟他们散拖吗 是啊 看起来像哥们 像兄弟一样 感觉上好像是郭董 在代表国民党选举一样 你就犯了一个大错 你那一天 侯友宜就应该留在那个地方 尤其是 尤其是像何胜峰他们 你就必须也应该要 跟他们赶快 多加的这个人说 跟他 你要道歉的人可多了 王金平王院长 不是告诉你吗 嘴要甜 腰要软嘛 所以那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事实上 这些都是 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应该做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从517开始 侯友宜都不做 我只是很不解 包括对韩国瑜的道歉 晚了多久才来啊 末梢神经 此缓症候群了 为什么 脚被人家踩到了 要隔一个礼拜才很痛 莫名其妙 你现场就应该做了嘛 对不对 你对韩国瑜的道歉 如果杀了一点 郭台铭直接杀到韩国瑜 他家 然后跟他握手 跟他道歉 鞠躬道歉 不就好了吗 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这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这些国民党地方派系 十几年前 金普聪 一人以下 马英九以下 他锁完整个国民党的大权 所以这些地方派系怕他 十几年后 此一时也 彼此也 现在是国管区的派系 这些人物 议长 政府议长的任务 大过你国民党 我讲坦白的 你不要惹火他们 要不然的话 那么你看 5月17号当天 和南投议长 已经和尚风开第一枪退党 这几天 7月底 马上这个彰化县的议长 谢点灵开第一枪退党 下个礼拜还有一个 还有第三个 马上又要退党 一个一个一个 我也不知道 那个二 好有意思 现在2.5个议长支持 那个0.5是怎么算 我们大概知道 那0.5是什么意思 嘴巴讲说 我们支持国民党候选人 但是事实上 他骨子里面 根本在支持郭台铭嘛 所以你为什么 会落到这种下场 你赶快去 我跟你说 你只要到地方去 那么出手不打笑脸人 人家也不会对你好有疑 等下派民生 看你也不用怕嘛 你就嘴甜一点 腰软一点 一个地方不够 你就去一次不够 两个四七三次 这不就得了吗 不要在那边高举 还有提醒一下 因为他今天毕竟从日本回来 新北市消防局长 可以回来了吧 嗯 新北市消防局长 你现在还在国外吗 赶快回来 台风快到了 搞不好 等你现在发布 路上台风警报了 你还人在国外 侯友宜访日行呢 今天就会结束 大概晚间就会回到台湾 不过刚才大家在讲 朱立伦口中 侯友谊 让他说到 背天也挣着 民调多厉害 跟赖清德差距很少 但是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看到数字啦 但是可以想象 国民党现在想要营造 就是说 柯侯之间 已经黄金交叉 一直不断想要营造 这样子的氛围 但是重点是 你素质要拿出来啊 来我们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 昆程议员继续来补充 红友宜的民调 真的已经绝地大反扑了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最近 大家都在讨论 是不是国民党内 会有一波 这个议长的出走潮呢 这个前立委沈富雄 他就说 他觉得这个金普聪的策略 在723全代会之后 已经不想要再理会那些 要退党了啦 不团结的人 这些人 已经不太想要理睬他们了 说现在呢 全力要把侯友宜的民调 拉上来 金普聪现在 不会去打柯文哲 因为他主要的目标 要把侯友宜的民调 拉抬之后 希望可以跟柯文哲 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 就是变成第二名的意思了 而且国民党不担心柯 因为民进党 会帮忙打柯 来这个策略 我先请坤城议员 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今天大家这个新闻 已经传到说什么 剩下2.5个议长会挺猴了 到现在 人都说到这样 你那份怎么追柯 敢赖的民调 要不要赶快拿出来啊 议员 这个朱立伦 如果真的有这份民调 就是说侯友 已经追上柯文哲 而且只距离 赤金德一点点的话 拿出来 然后拿出来呢 马上稳定军心 拿出来那些议长 就不敢出走 拿出来 郭台铭就不敢再出来参选了嘛 是啊 一刀闭命嘛 就是说柯文哲 这个郭台铭看到这个侯友 名调这么高 参选就没有正当性了嘛 那如果这些想要这个出走的 这些议长 看到这个朱立伦这份民调 哇这侯友已经爬到第二名了 哎 死鬼我大病嘛 马上就不会出走了嘛 他们怎么敢退 对啊 所以效益这么好 那就拜托朱立伦拿出来 但是朱立伦跟你讲 我不会告诉你 我会跟你讲 怎么那么神秘啊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呢 因为就是存疑嘛 到底有没有这份民调 因为这份民调刚好是在这个 侯友宜 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候释放出来的 你看现在有议长说要出走 已经有一个谢典玲 就是说已经退党了嘛 然后呢 还有这个其他的议长 那纷纷也就是说 这个 很像在跑接力赛 对 也就是说 瑞德哥跟奥勒白 还有人要接棒 对啊 一棒接一棒 这些国民党的议长 纷纷要出走 所以在这么多不好的 这个利空的这个因素之下 为什么侯友宜的民调 会突然窜起来 你说突然窜起来 总是有一些利多的消息来嘛 比如说侯友宜做对了什么事情 或是柯文哲做错了什么事情 赖清德做错了什么事情 完全都没有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侯友宜的民调 就突然就窜起来了 没有道理嘛 所以说你朱立伦 你如果说要吹牛 那也要打个炒稿 那你不然你讲出来 就是说我们有这份民调 已经这个侯友宜 排到第二名了 跟柯文哲差不多 而且只距离 这个赖清德一点点 拿出来嘛 你拿不出来 反而会变成笑话 大家就质疑你说 到底这个民调是在哪里 到底是你们侯友宜 做了什么事情 能够让民调 可以跑到第二名 你要讲出来嘛 那朱立伦这时候讲这些话 就是在安定军心 他就是说 这些议长 现在已经跑掉这么多了 那如果我不讲的说 侯友宜 现在已经排到第二名 可能会出走的议长会更多 但是你一旦拿不出来的时候 这些议长 就是说你真笑话 就是没有嘛 你会给我骗吗 对你就不要骗我 就是你不要看国民党内参民调 你看所有的 这个所有民调 现在做出来 侯友宜就是排第三嘛 虽然第三 但有稍微起来一些 有稍微起来一点 那因为现在柯文哲 有点降 那所以说 就我们国民党 现在打法来讲 他如果侯友宜现在是第三 应该想办法打第二名了嘛 要不要去打柯文哲啊 那你不去打柯文哲 那怎么可能柯文哲民调会掉下来 因为现在就是 你们泛然的在抢这些民调嘛 那所以说 就侯友宜来讲 虽然民调 已经稍微回稳了 那可是对于这个 整个大环境来讲 你看 他出访的第一天 就谢典仪就退党了嘛 那所以这三天 他去日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大家没什么印象 风头都被盖过去 大家就问他说 你这个谢典仪退党的事情 或者说像瑞德哥讲的 问说翁茜玉为什么保养的这么好 所以说没有人在回 在想说到底 到底侯友宜是讲了什么 那侯友宜在日本受访 这个日本的媒体受访 讲说他的两岸路线 不同不独不武 我觉得讲这些重要的两岸路线 你真的要看场合讲 那在马英九 在台湾的这个不同不武的路线 已经被淘汰掉了 九位公司也被淘汰掉了 然后在日本来讲 马英九其实是被认为 是比较亲中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你在日本对着日本的媒体讲说 你以后的这个政策 两岸政策就跟随马英九 然后日本的媒体会觉得说 这个马英九的亲中政策 不是已经被淘汰了吗 那这个你讲这个不同不独不武 这个已经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了 那甚至你如果在日本 日本的这个前首相安倍 他的前首相他所讲的这个战略就是 台湾有事 日本就有事 那为什么台湾有事 那就是中国的侵扰嘛 对那如果说你对这一点 你没有看法来讲的话 那你去日本就说 我这个是觉得说 安倍前首相讲的这个很有道理 那你如果觉得很有道理的话 你应该知道说 安倍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就是中国的因素 让台湾有事情 也让这个日本有事情嘛 所以整个安倍首相的这个印太战略 其实就讲得很清楚嘛 就是要防止中国 结果你侯友宜到了日本 还讲说我要遵循这个马英九 有什么不同不独不武的这个政策 这在台湾已经不是主流名义了 在台湾跟九二共识一样 被扫进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去了 所以不知道说侯友宜 在日本讲这些两岸政策的用意在哪里 然后今天回到台湾来了 然后回到台湾 我看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消息可以宣布 或是什么重大的一些利多政策可以宣布 只有一个 我看这个ET TODAY还有做民调 只有一个这个是戏卡都 戏卡都的时候 发现说这个侯友宜跟柯文哲民调 的确是差不多了 只有这个时候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那我认为国民党真的要鼓励 郭台银出来选 只有他鼓励这个郭台银出来选 他的民调才有办法拉到 跟柯文哲一样 是来国民党现在 一直不断在喊着说要下架民进党 想了很多这个大联盟的新名词 这个范云委员 这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 什么非律大联盟 执政大联盟 主流民意大联盟 都是国民党 郭台银在讲 可是赖清德 他昨天针对这个他有说 他说执政党的责任 就是要诚恳面对社会的质疑 尊重民意 可是现在国际局势这么复杂 挑战这么多 中国要打台湾 国人要去思考 如果说真的民进党下台 真的被下架了 那到底是哪一个执政团队 要上台呢 确实值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我想赖清德 这个作为总统候选 他提醒大家的事情很重要 因为民进党作为执政的 就是说政党当然会背负 就是说所有包含也许年轻人 就所有的不满 一定是执政团队来吸收 可是他也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国际局势 不要讲百年 但是其实已经说是 近年来最艰险的 最艰困的 因为习近平 这个也是中国 就比起前面来讲 特别独裁难以预测的 那又加上这个乌克兰这个部分 所以国际情势是最险峻的 但是小英总统跟民进党 这个执政团队 也让我们台美关系是最好的 所以在艰困中做到最好 那另外还有一件 也是过去这八年遇到的 就是说这个百年大役 那可是大家也看到 我最近看到有人整理 就是说蔡政府是八年做的事 我说真的下一条 没有去算的话 还真的不少 就是包含就是说什么 就不要讲什么 加薪这些事情 那包含就是年金改革 很多东西的改革 各方面各方面算起来 那真的非常的多 这两天还有农业的改革 农业部 那我想赖清德 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因为过去执政 就是会面临到 很多的质疑跟不满 那最重要是 中国打台湾的时候 台湾人要思考 怎么样的执政团队 能够应付这个里外的变局 特别总统很重要 他就是直接管外交国防 就是面对两岸 面对国际 那内政其实会有 他指定的行政院长 那我们回来看 侯跟柯 我刚才想说 侯友宜 我们刚才评论 他在日本讲什么 我们这几位队友讲到说 不要再用马英九时代了 我就发现侯跟柯 侯他有外交人才 可是他的外交团队 这个国民党的驻美代表 是被淘汰的外交部被淘汰人才 然后这个外交的这个两岸论述 好像活在十年前 我们都已经讲了 刚讲国际情势 两岸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 尤其是国际情势 可是侯友宜的团队 俨然活在十年前 外交两岸团队 那柯呢更可怕 连外交跟国安团队都没有 我们前两天发生的 他这个英文 虽然柯文哲是四两拨千金 说这什么文化差异 英文拿出人家 就是国际的这个网媒都说 你这个是缺乏一点点国际敏感度 所以不是英文的问题 他们英文居然可以找公读生 实行两百块 好像一副就是说 只要就是说会懂一点英文 就可以帮他操作 不是这样子 英文不是只是英文 英文就是不是给本国人看 你给外国人看 有记者智库 想要了解你民众党的 看到你这么的缺乏国际的敏感度 那对美国我们最重要的盟友的 就是说种族问题 一点敏感度没有 那表示你没有一点点外交人才 就是说黄润一个团队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真的是赖清德最从宏宣提醒的很好 我们到底要哪一个执政团队 在这个最危机的时候 那他不是网红 也不是就是说每天 我现在觉得一个在看柯P当网红 另外一个在看国民党 百年加变 每天这个占据我们的新闻版面 那赖清德就是很稳健的 把他一个又一个的证件 丢出来给大家 那他提出的是解放 而不是像有些人指 告诉大家问题在哪里 百年加变 我来看到这个阿平就是从国民党出走的人 然后郭台铭看起来 现在就是要选到底的意思 尤其最近旁边好多人 都在给他煽风点火 怂恿他 你要不要来组个政党 过去这样啦 取名叫做92亿党 这个92亿党 这个一出来 这个噱头十足 听起来是真的蛮有吸引力的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让我们一起用具体行动 促成主流民意的大团结 大胜利 美国回来再给大家报告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启程防美前 抛出主流民意大联盟 随后国民党彰化线 议长谢典林宣布退党 一举一动都被外界视为 正式宣布参选总统的起手势 知情人士更透露 郭台铭宣布参选 有三个可能时机点 第一个是八月八号返台当天 因为不只是父亲节 还是他新书发表会 第二个时机点则可能落在八月二十三 金门炮战纪念日 第三个则是九月十三号 中选会受理申请 为总统副总统选举 被连署人当天 而且还传出 郭台铭对郭科合 依旧不放弃 大老板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除非只有一样 只有cost equity不合的时候 他才会放弃 做什么事情 我们人可以规划 这一成不成 常常都是老天决定的 一切都推给上天来决定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也没把话说似 保留合作空间 郭台铭宣布参选 箭在悬赏 对侯友宜来说 选总统的路危机重重 对侯友宜来讲 真的选总统的路 前面非常多的波折 我先来请教瑞德哥 因为昨天这个 网路媒体的民调 其实做了两种 第一种就是撒卡都的时候 侯友宜跟柯文哲 大概差了4.5% 那么在四卡都的时候 两个人真的是追得非常近 四卡都已经可以算是打平了 一个21.6 一个21.0 那郭台铭是真的要算 他就是老四 只有16.4 不过目前为止 郭台铭还是没有放弃 现在所有动作看起来 就是累参选 甚至旁边还有一些人 就叫他要阻挡 叫92亿党 来这个名字一出来 可能会有很多追随者 也想要加是吗 没有错 因为92亿党那是李正浩给他开玩笑 虽然洪海拿了92亿鼓励 但是要扣税 扣税了以后没有92亿 但是他会给你一个无限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是一种希望 不要忘记 郭台铭在716大游行 他第一个总统参选人出来这个演讲的时候 现场是没有虚声的 还有还有人大喊干爹 还记得吗 干爹啊 真的很多网友都抢着叫干爹 对不对 管长后来在网络上 郭台铭来留言的时候 管长是什么反应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他会给人家一个 就是一个那个想象空间 而且他跟他的小编 事实上有注意到这个事 大家我们一直在提他 红海鼓励92亿 对不对 我也是红海股东 虽然只有一张 但是今年5.3不错 你知道吗 所以他在92亿 可问题是他也注意到 我们在讨论他了 所以他特别讲 他的92亿的人生规划 跟他2000多亿身家只留一成给他的家人 以后其他九成 那个我还记得 他要取这个曾欣盈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表 就是那个财产 那个夫妻婚前协议承诺书 给曾欣盈 曾欣盈这是厉害 真是 为什么呢 他是真爱 为什么他连看都不看就签了 他如果看了以后 他要是我也不取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他是真爱嘛 里面到底写什么 没有人知道 原来郭台铭在上面就直接写 就是他的承诺 他的财产九成要捐给这个公益基金会 他只留一成 所以呢 那么郭台铭注意到这个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七十几岁 但是我有钱 并不表示我有钱 就是我就是一个财大气出的人 我想他要表达是这样 郭台铭现在玩到这个节骨眼 在这个阶段 这几天应该可能要见基辛吉了嘛 那么玩到这里 如果他不选的话 他会变成遗臭万年的人 为什么 我问你 那谢鼎林怎么办 和胜丰怎么办 而且现在谋事 现在不是只有的来自于宗教界的 来自于这个马英九 那个当总统的这个相关的政务委员 这不是只有这个 他现在越来越大的谋事团 已经清一色来自于深蓝 尤其是蛮有分量的 帮过很多人打过选战的 他现在越来越大了 不是只有公关公司 他的谋事能成越来越大 而且他的陆军事实上 比想象中要来得强 那么现在包括 我们都在讲那个连署连署 其实每个点 怎么谁去负责干什么 都有 都已经几乎都已经摆定了 就等一声令下 那现在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8月8号郭台铭会在台湾 新书发表会 然后另外823炮战的那一天 纪念日他会在金门 这两天可能我在想 可能会挑一个比较适合的时机 最有可能就是823那一天 823直接在金门 那因为陈奕震又非常力挺他 所以最有可能是823那一天 当然有人才9月 不过也有相关的盟事 给他这个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让时间越拖到后面的话 你这一波 郭台铭给人的感觉就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是一波你要照浪子 要不断的越照越大 你知道吗 那个照越来越大的话呢 那么才有那个效果 他每次照一个浪起来以后 金门拉的这个 柯文哲的手 对不对 去那边两个人去跳海 跳望的跳 你知道吗 制造了相关的这个 无限想象空间 大家想说你两个刀带的陛下 两个脑男人 去但是他成功了 把这个所谓的我可以和这个白 对不对 只有我可以 其实他都不行 只有我可以 他成功的塑造这样 但是我一直觉得 他一直没有办法延续他整个声量 所以他回来了以后呢 那么会一波又一波 整个台湾这个等于21个县市 这样每个县市都会去走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可能要注意了 为什么 侯友宜的走的步调 如果拜访的地方 如果比他少的话 那就危险了 那刚刚那个民调对不对 最近这做细卡度的民调 郭台铭是第四名 这不压抑 他还没宣布 他还没宣布 他16.4% 他16.4% 各位把郭台铭跟侯友宜 两个人加起来 请问是多少 他们两个人加起来 告诉你一件 铁的事实是37% 赢过了赖清德的33.4% 所以这会给深男的人 一种想象 所以为什么侯友宜跟金小刀 必须要赶快让侯友宜的民调 回到两成以上 你如果继续落下去的话 你真的很可能就被弃薄 就算你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都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算是2000年的连战跟宋楚瑜 两个人加起来 不是遥遥领先阿扁 可是总统选的又不是过半数 总统选的是 那么在相关的绝对多数里面 只要你第一名叫就好了 所以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 那你说郭台铭会不会跟柯文哲合 只有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除非柯文哲他的民调 砰的暴跌 雪崩式下滑到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以后 一直拉不起来 拉不起来 才有这个可能 否则柯文哲 一个钱怕24个干 这票30块 我拿他算了 300万票 9千万 你知道吗 他会放过吗 另外一个更现实的是 如果总统大选选不上的话 区域立委政党票 区域立委跟政党票 区域立委民众党拿得到的可能性 为夫其为 但是他的政党票 出估至少两三百万应该跑不掉 两三百万跑不掉的情况之下 我至少有八到十席的不分区立委 到时候民进党能够冲过半最好 三党不过半 他就是那个关键性的少数 所以你想想看这就是为什么他表面上在基隆 好像要离浪国民党 然后好像在什么区台北市的这些战斗机 什么叫战斗机 就战斗篮里面的小鸡 除了战斗机 对不对 奇怪 战斗不是就应该出去打仗吗 怎么老是叶芬鼎去跟人家求求你 拜托你 对不对 不要派那个 他是一个策略上面的运用 所以柯文哲那么聪明的人 他绝对不是个笨蛋 至于会不会被并购 就看郭台铭能不能延续他的相关的招式 不过全台湾有能力在一天之内 21县市同时把这么多的看板 全部上去的人 只有一个人 叫郭台铭 这大家可以感受到92亿党的威力了 来 石棋姐 我们来看到这个郭董的野心 其实大家都看一看都已经知道了 那像李正浩就说 这个有地方派系在旁边 建议郭台铭直接组党 那因为你组了这个党之后 政治筹码就会无限增加 那如果不分区拿三喜 你看你说这个周梦荣 就是周典论的女儿 云林的这个张家俊 有没有机会呢 这些都是谈判上的超级大筹码 其实讲到这个 我真的就是也呼应一下刚才瑞德哥说的 我觉得真的讲到重点 郭董现在他如果没算 这些人应该不算 这些人有的可能是接下来 现在已经包给我看一半 已经准备要退党了 如果接下来一棒接一棒的退党 就到最后郭董没有选 那这些人该怎么办呢 如果郭台铭没有选的话 第一个跳起来的是那个 那个谢典玲 我都已经退党了 你耍我吗 都差点家庭革命了 对 所以我觉得谢典玲 某种程度也在给 给郭董压力 给郭董施压 但是他们两个有没有讲好 这个没有人知道 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 其实有默契讲好 然后每个礼拜退党一人这样 不断的领持国民党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这些人 其实某种程度也在给 郭台铭施加压力 不过我的了解是 郭台铭的确 透过谢典玲找了一些班底 包括了之前什么刘坤里 他也在这个团队当中 然后就说这个刘坤里 因为之前曾经这个 研理过实战过这个 联署方面的事情 所以他也已经把 前置作业以及真正开始 联署的那些步骤啦 手续啦 都已经告诉了郭台铭 所以你说郭台铭走到现在 在这个阶段到最后要抽手 的确看起来不太像 因为每一个 就是他已经着手执行在 他不能回头了啦 对 不太有回头路 但是到最后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谈的空间 我觉得那个是之后 的确有可能 只是现在他都在累积自己的筹码 我的筹码越来越多 我的能量越来越强 我对你们施加的压力 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都有利于我接下来 要跟你们谈判 因为我谈判的条件叫做 我赠你付 对 那所以 李正和的讲法是说 旁边有些测试 怎么建议郭台铭 因为你要有筹码 你要对他们施加压力 对侯友宜施压力 你要对柯文哲施压力 怎样压力会最大 就是你阻挡 你只要阻了党 你就可以提名不分区 然后你提了不分区 是不是就可以提一些民众党 譬如说谢立功 谢立功不是在基隆 也在那边想选不给选吗 基本上好像就退选了啦 对 然后呢 那可是我92亿党就给你这样子的空间 而且你还不用选耶 自己在不分区 92亿很好发挥的 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国民党里面的人 这个是不是过得不太舒服的 我这边也可以容纳 也就是说他会增加很多容纳的空间 而这些空间就形成了对国民党 以及对民众党的压力 然后这些施压都会迫使侯友宜跟柯文哲 你必须正视说 好吧 那所以到最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的确应该要委屈一点 跟你谈谈合作谈这个谈判 所以三个人郭侯柯 三个阵营的整合 我认为这是民进党 接下来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的 这个谁要委屈 谁会谁会弹性比较大 然后他们会怎么样子的排列组合 而且要提醒的就是说 你看朱立伦不是讲出了 各式各样大联盟 在大联盟 菲律大联盟 执政大联盟 你看他其实有一些立委层次的 有没有在跟柯文哲谈合作 看起来是有 就是说基隆 譬如说台中 蔡壁如 美区等等的 就是是不是朱立伦的 这个已经在下面开始做这些动作 已经在布局了 对已经在布局 那如果你谈的差不多更多的 更多个区域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往上升 谈一个更大局面的执政大联盟 所以这些变化 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 都应该要 对都应该要小心 必须要用一种一对一的打法 对方是全部联合起来的 好那所以回到郭台铭的部分 我觉得郭台铭接下来 如何谈不知道 但是他的步骤 我要出书 我823可能又穿个小军装 然后戴一个帽子 有没有 然后 迷彩服 对迷彩服 然后823的时候再创造一波 然后接连到9月13号 我要开始联署 那他的联署听起来 现在是要充 好几十万近百万 哇那个声量就不得了了 如果他能够充越高的联署的话 那其实对柯文哲 对侯友宇的压力就会更大 那在这种状态底下 是不是会迫使你 有弹性的柯文哲 啊好啦 就让大哥你先做一届 然后我这一届先跟你搭 这也是一种可能的路 所以现在各方都还在变化当中 那柯文哲现在 老神在 我现在名叫超高的 我现在蛮了不起的 那可是当郭台铭的动作 他的压力开始大的时候 我觉得柯文哲会是第一个哭的 因为郭台铭的 跟你柯文哲的重叠度是最高的 反而到时候压力越大之后 对侯友宇来说 没关系 反而是好事 反而对我没影响 你们自己去厮杀啦 伤害的都是对方 对我来说没伤 说不定对侯友宇来说 还乐见郭台铭的压力越来越大 国民党现在怎么看这一局 湘宇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这个朋友 好像对于柯文哲的火力 最近收敛了蛮多的 所以这当然会给人家蓝白盒 是不是已经有慢慢在布局的联想 对柯文哲的炮火收敛 但是对自家人骂很凶 我们现在看到这位 前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隆 这在新北市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咖 李乾隆他怎么骂 他说据他了解 确实还有两三位政府一长 纯纯欲动 他讲跳船潮的部分 他说有意要退党的人请三思 不要变成让台湾陷入战争的罪人 这非常重 后面这一句更犀利 他说谢典林实在很傻的 真的很笨 做出不治的选择 在地方有实力的人 还在那边作怪 这些句子一句比一句更重 所以现在国民党切割这些人 完全不留情面了 湘怡 我觉得我现在国民党的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要政党轮替这件事情 因为一个民主国家 就是不要一党独大 政党轮替是应该要有的一个过程 那既然国民党或者是泛蓝阵营 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 大家还出现这种 很不团结的状况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最终还是归咎一个原因就是要怪就怪国民党自己 对 那大家的这个诚信到底是到什么程度 因为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你是一个企业家 来说诚信都很重要 包括我一直在强调说 郭台铭其实他一开始在侯长被征召的时候 他就在脸书上面答应了大家说 他一定会全力支持侯友 那现在他的这些动作 其实我们你说我们真的要去骂他吗 去怪他吗 有这个权利吗 因为毕竟他就不是国民党员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就是说服他 然后条件交换也好 动之以情也好 私下拜托也好 等等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国民党应该要做的 那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状况这么混乱 我也是政治人物啦 但是呢我觉得我真的很不理解 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那虽然侯市长的民调现在的状况 有稍微有起色看到这样四卡都的状况 其实都会给大家一些信心 但是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民调不够好 才需要大家的团结 底下那么多议长不听话啊 就是跳的跳跑的跑 因为大家口口声声说要就是为民着想 但是呢你一句我一句 然后想的都是自己 然后又去跟谁合作又私下又弄了谁 或者是又发了什么跟郭台铭的扇子等等的 我觉得这些都会让就是国民党的这些基层的支持者看了实在是受不了啦 对那我觉得这些攻击如果是来自于对手就算了 因为这是很合理 我常在说就是好啦就是你们政党 每个人政党有政党的立场 然后你骂我我骂你就很正常 可是当这些批判这些批评这些谩骂是来自于自己人的时候 我觉得是真的是 看了会真的很难过也很难受啦 所以我觉得党中还是要拿出这个guts来 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整合起来 就像王金平王院长说的 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整合那也没办法 但是至少你要尝试着去做这件事情 那王金平就说 他说想办法要化解 化解不了应该也要有所处理 不然侯市长要怎么打这次的选战 自己的人都整合不了 然后乱成一团 然后自己的人对自己失望的情况底下 要怎么打赢这场总统大选 相以外讲到 因为王金平前几天真的就是喊话朱立伦 叫他就要出来处理啦 不然现在这样民调这样敢不见 不过我们来看到朱立伦 跟侯友宜进伴现在感觉是完全不同调 针对于谢典玲退党 朱立伦还温情喊话 她说谢典玲是蓝营非常重要的支持者 情感上希望她早一点回来 可是侯伴这边派出的番人王敏旭怎么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看起来觉得你退党就退啊 我也没差 现在看起来两边好像意见不太一样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昆诚议员继续来补充 这个议长的退出潮啦出走潮 昆诚议员现在大家研判很有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骨牌效应 连李前隆啦朱立伦他们受访的时候都贪白共 确实真的还有两三位议长就是蠢蠢欲动啦 那到底这个两三位到底是谁 现在大家在点名 不过今天这个新闻又更劲爆 说什么只剩2.5个人要相挺侯友宜 这看起来情况非常不妙欸 那可是对于侯伴来讲 好像没了没了 因为侯伴发言人出来讲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 听起来好像侯友宜 这个或是侯伴本身 也不是很在乎 这些议长的出走啊 议员 对于侯伴 还有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 基本上这个调子是不一样的 对于侯伴来讲 他们觉得说 反正侯友宜是最重要 所以说只要对于侯友宜的选情 有影响 比如说这些议长要出走 或是有一些人在批评这个侯友宜 那就是金普松的战法 就是骂回去 就是这个如果不骂回去的话 就会上到侯友宜的选情 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发言 就说 其实讲这个蛮重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说你走掉就好了 好像是我没欠你这票 要走赶快走 要走就走 对啊 好啊 那今天走的不是只有谢典零一个人 今天走的还有很多人 接着要走出去 所以说如果这个侯伴 还是这样子提 就是说反正你要走就走 那反正这个我们 道不同不相为谋 好像你要走 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影响 可是对于侯友宜来讲 这些议长不是就是你最欠缺的吗 你的票就从这边来的不是吗 你的地方基层的这个选票 不是就从这边来的吗 你看你在新北这么依赖 这个蒋根王议长 你就是要说议长 在地方上是具有实力的 那你在新北 是依赖这个蒋根王议长 那为什么你这个 其他县市的议长 你就觉得说不重要 好像觉得说 他们要去找郭台铭 就去找郭台铭 要去找柯文哲 就找柯文哲 反正你不支持我 侯友宜就算了 我不欠你这一票 好像现在侯友宜办公室的想法 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对于这些 即将要出走的议长 来讲说好啊 那反正你如果 有人要出走 像谢典要出走 也没有人去万留他 但目前为止 好像朱立伦也没有说 这个大动作出来 就是说要万留这一个谢典 那其他议长看来就说 好那没有差 这些议长其实 他也可以做表面的 他不一定要用出走这种方式 跟你讲说 我就是不支持你了 他们也可以变成什么 0.5那一种的 就是说我表面是支持你 我表面上支持你 实际上我会支持郭台北 但是表面上没有撕破脸 那你现在逼的那些0.5 都变成显性了 反正隐性的 现在就变成显性 反正说好 那反正要走也没什么差 那要走 那也没有安慰我 或是说这个 我会谈什么条件 完全都没有 那这些议长 就会跟着慢慢就走了 就觉得说那谢典 你走 周典论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议长 那这些不是就是侯友所欠缺的 那对于侯伴来讲 他们的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可是那对于 对于朱立伦来讲 他不是只有雇总统 或是说他觉得总统就算不行了 他还要雇立委 所以雇立委这种情况之下 他其实对于这些要走的人 他其实当然就话 就不会说太重了 那所以说 因为他觉得说 这些地方派系的这些人 对他立委的选情会有影响 如果说每个人要走的 然后就像侯伴这样放狠话 在休旅的话那也会影响到 这个他们在其他县市的选情 比如说谢典宁要走 他就朱立伦如果也是这个放狠话 就是说走你走 我不会留你的 那谢一奉立委的选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啊他今年不是还是要选吗 对啊也是会受到影响 然后其他的包含这个云林 这个南投 屏东 是台中等等 这些县市的这些议长 我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很支持这个侯友宜 但是朱立伦对朱立伦来讲 就是说总统就是总统现在已经可能没法到 那可是至少他要顾立委嘛 所以他们现在进办跟这个中央党部 这个基调就会不一样了 但是对于侯友宜来讲 你看嘛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 其实都没有什么对侯友宜 怎么利多的一些消息出来 那为什么这个民调会送到第二名 只有内参民调 这个内参民调会送到第二名 这也蛮奇怪的 所以对于朱立伦来讲 我是认为在总统在选举的这部分 他大概就是寄望说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执政轮替大联盟之类的 就是说如果侯友宜到了九月的民调 真的还是拉不起来的话 那为了这个希望能够政党轮替 或许就会变成侯友宜被轮替掉了 因为到时候 到时候如果说他的民调一直拉不起来 那这个郭台铭也执意要参选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番情况了 所以对于侯友宜来讲 刚从日本回来 然后看不到说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加分 因为去日本这三天 大家会讨论这个谢典林 那没有讨论到他 然后接下来如果去美国 然后这个回来又 我猜他去美国 可能又谁要退党之类的 大概是大家时间都算得很准 就是条纲要给他拍摄 对对对对对 或是说他这个出访的时候 这些挺郭台铭这些人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大众做 让这个侯友宜去美国的新闻 又看不见了 那其实侯友宜就真的 你要好好想一下 就是说现在到底在地方上面 有没有这些议长在庭里 那在中央党部 朱立伦有没有庭里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你只靠这个金普聪这只刀 挥来挥去 很快 那会到会自己 国民党就是这样 自己人不团结 难怪湘宜刚才吐了一大口气 真的是国民党支持者 应该看得很切心 也很伤心 范委员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 刚才讲 这个侯伴的发言人说 谢典林出走 就道不同不相为谋 到现在可能也都不闻不问 反倒是 我们来看到反倒是柯文哲 他居然主动跳出来说 我很惊讶谢典林退党 我有打电话问他 你怎么那么冲动 柯文哲这个时候 特别出来这样讲 是什么用意 告诉国民党 我跟你们的议想 比这个侯友宜跟谢典林的 这个交情还要好吗 那另外到底 有没有郭柯和的可能 柯文哲他也坦白说 他说他觉得这个郭董 大老板个性 做任何事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除非不得已 不然都很积极 这就是成功企业家的 特殊性格 他后面其实说了很多 大概就是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话都没有说死 来 范委员 我想因为这里面 柯文哲作为民众党主席 他应该是整个心情上 最轻松的 无论如何 这次选战 他比起上一次 绝对是赚 那所以你看着就说 我想说为什么谢典林的电话 他马上就可以 马上就可以 而且马上就打通 就找到人 讲得好像两个 真的很要好 那他对郭董 你看也都没有任何的批评 这是其实柯文哲 非常的清楚 对他来讲 这个蓝白之间 选民是有重叠的 而且就是说 他会想要保留一个蓝白盒的空间 反而是侯伴的这个王敏逊 因为这么重要一个发言 我相信他一定有请示上面 否则发言人不合格 去说到底谢典林总 你要讲什么 那讲出道不同不相为谋 如果不是政治上的 那个错误的话 我的解读就是说 侯伴现在的心情 真的就是四面楚歌 那四面楚歌 他只关心一件事情 谁对我最忠诚的 这种有恶心 不忠诚的 赶快走一走 这样我们好那个 重整队伍 就是说作战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心情的话 跟我们一般的选战逻辑不同 就算你心里有怀疑 他表面上一定都是要 尽量争取 怎么会说出这种 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是说 非常的就是说 那对方刚好 就是再也不回头 就是这样的一个句话 那回来讲 我觉得郭台铭 就是说参战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去美国的事情 有一个蛮有趣的新闻 我是蛮想评论的 因为郭台铭说 他要见谁 因为我们刚刚说要见谁 他说他要见季辛吉 季辛吉我要提醒大家 他是今年已经100岁了 但是重点不是100岁 重点就是说 他其实还蛮活药的 那季辛吉呢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 他是1971年 就是说密访中国 为尼克森访中国 1972年 铺路的那个 很重要的那个 美国的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这个国务卿人选 所以呢 他也是主导就是 就是台湾为什么 会被断交 为什么会离开 联合国 这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美国的外交大臣 我觉得我应该要给 那个侯友宜献策 你应该跟郭台铭说 你不是最捍卫中华民国吗 你怎么把一个 去美国建一个 对我们中华民国 最不利的这个幕后大黑手 当时你要访问的重点 那这个跟他中华民国 这立一步一致嘛 这是非常的对不起 就是说中华民国 但是我后来又看到一件事 我觉得很有趣 季辛吉虽然100岁 但是我为什么说 他很活跃 他今年7月19 中共还有发新闻 他见了王毅 他访中 见了王毅 而且依照中国那边 发出来的新闻 季辛吉说了什么 他主要的诉求说 美中应该要避免对抗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 美国主张的亲中派 跟现在美国共和民主 两党的这个方向都不同 所以我现在觉得很有趣了 为什么郭台铭 这么重要是要见他 那我一能够解读是说 因为我们的总统大选 对美中关系 美中台关系非常的重要 所以美中这两个 就是说superpower大国 都很想影响我们的结果 所以我不知道是谁 给郭台铭献策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侯友宜应该要好好地批判他 怎么去找一个 就是说最伤害我们中华民国利益的这个季辛吉 而且当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拜访 还让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看到这个柯文哲跟侯友宜之间 现在两个人都在拼老二的地位 希望抢到民调第二名的部分 不过在前瞻预算这块 两个人看起来这个两队的阵营 是合成一气哦 因为蓝绿百现在为了前瞻预算 炒成一团 那现在高雄市成为了剑靶 我们等一下先来听听高雄在地人的心声 等一下回来一起来看 然后你像那一边就是那个渔船中心 带着记者实际周访前瞻预示场在地里长林洪哲 对于渔缸整建工程如属家珍 它完成之后我们已经减少很多的张蓝的 蟑螂老鼠或者甚至就是恶臭 以前一进来渔港就闻到很浓厚的这种鱼腥味 现在我们进来完全没有闻到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港边码头用围椅隔了起来 未来要拓宽卸鱼空间 方便大型车辆进出 鱼血厂也会有新面貌 连外籍鱼工过往没有的岸上休息空间 也进入完工阶段 这是过去政府五十年来该做没做的 而现在参与委员总统 苏生参与委员长全力支持来做 那我们认为全台湾的各项建设 都应该同步来进行 1968年启用的前镇鱼港 年产值300亿元占全台湾六成 以鲑鱼 其鱼 鱿鱼等鱼种为主 不但是台湾最大鱼港 更是排名世界前三 只是用了超过五十年设备老旧 因而启动改建计划 面对五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说 它确实是一个老鱼港 前镇鱼港必须要有一个 焕然一新的面貌 才有办法跟世界一起来竞争 但2019年高雄市府 只提报了三千万元的 例行性苏贞预算 县城市长陈吉迈上任后 又争取前瞻预算 多项工程总经费八十一亿元 希望将前镇鱼港打造成 又如东京风中市场的 现代化沿洋鱼港 被批评是乱花钱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嗆瞎是吃鱼却又不准修鱼港 毕竟前镇鱼港就是东亚的 远洋逾业重镇这钱花的值不值得 在地民众也看在眼里 讲到这个钱瞻预算 我们先让高雄的女儿 石琪姐来分享一下看法 因为最近确实新闻出来 那这个国民党部分炮声笼笼 说为什么高雄可以拿最多呢 那侯友宜阵营这边 发言人黄子哲骂得很凶 她说难道陈其迈是妈宝吗 国民党的县市长就当是野草吗 真的是骂得非常凶 那今天高雄市长陈其迈 她有一个最新的回应 她说她觉得这种来自天龙国的批评 对台北以外的城市是非常不公平的 假如你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忽略长期这种区域的均衡发展 你要怎么让南部的乡亲来支持你呢 所以她今天就问好有一句话 你知不支持钱镇鱼港的改造呢 就是说钱镇这件事情 她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这个项目 然后呢当初国民党是反对的 然后所以在立法院有非常严重的抗争 丢面粉丢水球 后来面粉还被水凝成一坨一坨的 很难洗掉 那可是现在的国民党 你怎么给我那么少啦 你怎么都给他啦 你怎么都给陈其迈 他们是妈宝啦等等 不是啊你不是不要吗 好那第二个层次是 所以中央没有不给你 中央也给你 然后可是你台北的确轨道建设 如果单谈轨道建设的话 台北的轨道是不是做最好 台北是不是有好几条线 而柯文哲还要做外环线 中央有没有给你钱 都给了 那其他县市都没有这些轨道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会需要比较多的经费 来做轨道 不要告诉我说乡下要有乡下的样子 你去看看国外 大都市都会有这些轨道建设 他们是方便嘛 他们也是环保嘛 他是大众运输嘛 政府要提供大家嘛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凭什么高雄不可以有轨道 台中不可以有轨道 只能在台北 如果讲渔港这件事情 我们前镇渔港是全球第三大渔港 全球各位 全球不是全台湾 那他多少年来没有修建 三五十年来 几十年来都没有修建 所以那里的环境是脏的 那这一次 为什么前镇渔港 会拿了81亿元去做修建 他其实还包括下水到渔港的 下水到工程以及整个整体设备的更新 81亿元 然后呢就被国民党的这个议员 游淑慧啦 徐晓星在那边骂 那你要不要回头看看你们是台北市议员 台北的第一市场花了多少钱 163亿 是高雄前镇渔港的两倍的价钱 那你第一市场有全球第三名吗 你没有嘛 然后你拿这种东西来做比较就觉得 的确有歧视的味道在里面 除了台北以外都是乡下 所以除了台北以外 你们都不配拿国家的公共建设的钱 是这个样子吗 那如果你侯办的黄子哲 在那边骂说 哎呦你们高雄都拿了这些钱 所以是不是侯办认为 所以高雄不需要啦 你们就是乡下啦 你们不需要修建这个前镇渔港 都不用 通通不要不要建设 大声给我说出来 讲出来 有种你给我讲出来 你在南部的票已经够烧了 你现在要让他归零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钱是大家的 你各个县市分到的钱 其实受惠的也都是民众 为了要使南北能够稍微的平均一点 那你当然轨道建设 它本来需要的钱就是多的 台北本来就站在一个好的基础上面 这只是前瞻喔 那不然我们来比统筹分配款 你台北拿多少统筹分配款 你拿这么多的统筹分配款 做了这么好的建设 然后现在人家拿了前瞻的钱说 你拿太多你不可以拿 有道理吗 来 十七节说出这个高雄女儿的心声 瑞德哥我们怎么样来看 因为刚才这一位 这个钱镇的这个里长 他也说了 他说他觉得天龙人都不懂打狗人的苦 那现在又被蓝莹呛说 陈其迈是不是妈宝啦 那甚至刚才也听到 许晓星受访的时候也说 一个渔港拿81亿 现在大家要来看 是不是这个渔港 吼起来的鞋子是酷金的 现在话一句比一句更酸喔 对 没错 那么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说 捞起来的是割级啦 就是酷斯啦 用这个来讽刺说 明明只要三千万补助 结果给你了81亿 各位三千万是指 他的管理费用 包括一些书郡的简单的费用 这样而已 不是他要三千万 然后中央给81亿 谁敢闹有关的事情 你不能地狗倒菜都 什么这样子 把它弄在一起 混在一起 那么各位要知道 前镇渔港是1967年 请记住 它是1967年 打造了这个前镇渔港 那现在获得了改建的整体费用 是81亿 对不对 可是台北市第一果菜市场 是1975年 就比这个前镇渔港 还要晚了八年以后才盖了 它要整建整盖改建的整体经费是163亿 你要这样比 你这样比又听不懂 我给你讲 坦白 我们前几天在讨论的北流还记得吗 本来要45亿 后来60亿 再加上一个人家已经白纸黑字 但是不准你 不准你 在为了 为取得中央同意的情况下 增加支出的 结果你硬是给它搞了一个1.9亿 还记得吗 我问你 你去一个 清清山去一个60亿 这81亿 是全台湾最大 度位最大 鱼货量最大的一个渔港 您知道它有多老旧吗 它老旧到 因为那个 钓客食堂 刚好是当时 在这个韩国渔当市长的时候 被韩粉所出征的 这个七个主要的是反韩国渔的相关的一个餐厅 钓客食堂今天有说 因为我还特别曾经到高雄钓客食堂 前面给他们捧场跟打气 他们因为要买新鲜的相关的鱼类 因为他们很多的都是新鲜的鱼 一大早两点半就得到全镇渔港区 那个地方老旧的全镇渔港 是整个全部 就是我们想象中这样 全部都是丝的 然后呢 全部连厕所都是一条沟的 南厕所一条沟那种 都是老旧的 最老旧的 五十几年来都是这样 然后大家所承受的那种环境 就是这么着 就是鱼腥味 然后很严重很臭 然后刚刚都在那种环境下 那必须要忍受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上千辆 上千步的这个渔船 进进出出 环境很糟糕的 这样把它改建成一个 比较现代化 给它好一点的环境 有不对吗 有不对吗 更不客气说啦 你知道吗 刚刚实习讲到台北市的那个 所谓统筹分配款 你凭什么拿这么多 我讲坦白的 就因为你是台北市 你是首善之区首都 总公司设在你这里 结果污染全部留给地方 尤其是高雄 对高雄他们这些 那个等于说其他的外星室最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污染都在那个地方 工业港 你去高 第一次去高雄 看他们的天空的时候 觉得很奇怪 那蓝的 黑里面不带蓝 你知道吗 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它长期受到工业污染嘛 所以你就知道 人家帮你承受了这么多的牺牲 最后水 好处竟然是你 因为总公司设在你台北 所以台北统筹分配款 麦克麦克 近年自己的预算在下统筹分配 两千多亿在拿 然后你今天搞了 今天去计较说 你为什么分了那么多 干什么分了那么多 我告诉你啦 台北市已经够幸福了 台北市全国最幸福的 捷运咪咪嘛 骂咪咪妈妈妈的 然后公车网路也是全国最多的 连医院都是全国最好的 学校什么的都是在这里 不公平 为什么叫天龙国就是这样地 我跟你讲坦白的 为什么很多南部上来北漂的人 他们都住在新北市 房价太贵啊 之前的市长请问是谁来当 很简单嘛 房价太贵嘛 那所有的一切好处东西 你嘛 然后现在叫叫叫 我就不懂啊 你们这样叫的时候 你们就把自己当作这个了不起的人 最高级的人 那最后你们连高雄的票 你们都不要了吗 你们都不知道 最好就是 最好就是都会区的每个地方 大家都有捷运 大家都方便 这样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为什么你们这样反 要这样反对 要这样讽刺呢 前瞻预算的分配一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蓝颖的县市首长 包括台北市的蒋万安 话说也不公平啦 拿得不够多 那台中的卢秀燕也说 台中人好委屈 到底实情是怎么样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关心 回到现场要先跟观众朋友说个最新的消息 这个中央气象局稍后应该会是在晚上的五点半 会来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 因为现在卡努的暴风圈距离我们台湾是越来越近了 很有可能明天就会碰触到北台湾 好那么新北市呢刚才宣布 今天晚上十点钟就会关水门 也要提醒新北市的朋友要特别来注意了 好那继续呢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前瞻分配的部分 我先请昆城议员先来看到 因为现在好像看起来 好像蓝颖的县市首长都很不满 觉得说高雄怎么拿那么多 那其中像台北市长蒋万安他就抱怨了 他说台北市这个补助只拿到184亿 是六都最后全国第九 他希望这个补助款要公平合理一点 可是讲到这个前瞻预算 这个这个舒培议员翻出 之前蒋万安还在当委员的时候 当立委的时候他是站在桌上 拿着抗议无效会议无效 那个时候是在反前瞻 可是现在却认为说这个经费不够多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前后矛盾呢 对啊所以蒋万安又要拿又要闲 他在当立委的时候讲说这个前瞻的会议无效 那时候他就是这个认为说前瞻预算是在绑装 所以他认为说前瞻预算不应该过 那结果他现在当了台北市市长 那又闲说为什么台北市拿了这么少 台北市拿那么少 你要先问这个 先问柯P啦 柯P为什么不去申请 因为这一个前瞻计划 他就是说各个县市他要去申请 他有点像是竞争型的计划 就是说比如说像台北需要轨道预算的建设 然后就去跟中央去做申请 所以蒋万安要先问一下柯文哲 为什么没有去做申请 那第二个你要问一下 你在当这个立委的时候的蒋万安 为什么那时候你在反对前瞻预算 那结果没想到你现在当了市长 就说那为什么这个台北市拿了这么少 这就是国民党普遍的一个矛盾的心态 他们就觉得说前瞻就是民进党用来绑装的 那可是吓到各个地方去就说 为什么这个各个县市拿了这么少 那这就是国民党 他们现在就是要污蔑这个前瞻预算 那像这个柯文哲也是 柯文哲我觉得他是为了要闪避 这个北流跟北义 大家那时候来讨论 这个你这个一大堆烂摊子都没有收拾 所以他就丢出这个前瞻预算 然后他的说法也都是很诡异 他就说这个前瞻预算的执行率不高 很低 那结果不论是国发会的这个说明 或是说这个审计部的报告 前瞻预算执行率大概都有八成以上 因为他是每一年每一年都有边预算 总匡列一个总预算 那是每一年每一年边预算 立法院要通过 那每一年每一年就是看这个执行率 执行率不是只有中央的 要看地方 就像我们新北市好了 新北市我们好多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停车场 都是靠中央的前瞻预算补助 但是流标了好几次 那请问那是谁的问题 交通局的问题 因为交通局就是流标 中央给你预算之后 你交通局新北市政府 各个县市政府要去做执行 所以执行率不好 那跟地方政府又有关系 那结果扯一扯 那柯文哲大概觉得站不住脚 就讲说你完工很低 你完工像轨道建设 这个 成效不张 那如果按照柯文哲的说法 在柯文哲当了八年的台北市市长 他的这个预算 这个前瞻预算执行率是零 因为北环有完工吗 没有 东环有完工吗 没有 南环有完工吗 没有 都没有嘛 所以按照这个柯文哲的算法 按照他的标准 他的前瞻执行率也是零 那侯友也一样 侯友他的三环三线 三环六线 那个执行率也是零 因为他没有完工 所以说轨道预算是不能够这样算的 但是现在侯友宜或是柯文哲 那尤其柯文哲 我觉得他就是欧龙赛度 人家跟你提出一个正确的一个讯息 你就说没有这个不算 扯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跟大家讲到说 这个前证 这个渔港改建八十一亿 但是呢 在万华的台北第一果菜市场 改建花了多少 花了一百六十亿 但是你的面积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而已 你花钱不是更多吗 那你要怎么说呢 来这个湘怡 除了是这个高雄长大了 现在是新北市议员 怎么看侯友伴现在在骂陈其邁是妈宝 来这个看起来这个侯友伴这个对高雄现在是夹万兜 来湘怡 我觉得我先讲一句公道话 就是说 侯友伴他们会这样子批评 其实基本上来说 因为侯友伴过去是在新北市的时候 其实他一直在讨论说统筹分配管不够 然后这个前瞻预算不够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 应该是你这样平均下来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就是高雄人们现在目前就是前瞻预算来看的话 一个人是四万六千多块钱 然后新北市两万三千多块钱 那这样平均看下来 当然确实确实包括你看台中也好 这个蒋湾也好都有在讨论说 这个预算不够的事情 但我觉得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侯市长其实有邀请很多的这个市籍的立委来讨论 来跟中央来争取预算 今天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要来激起南北的冲突 而是说你真的要做到很公平 我觉得很难 但是希望还是不要以颜色来分配这个预算 好我们今天讨论先到这边 感谢大家谢谢